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千百滋味 女兵到部队服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尤其是全民服役的以色列更是一件栖息平常的事情 新中国建国以来,解放军空军培养了10批500多名女飞行员 成为世界上女飞行员最多的国家 这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 在美国,军队中的岗位几乎100%对女性开放 女舰载机飞行员,女主机首,甚至在女兵禁地的核潜艇上 也开始出现她们的声音 美国的尼米子河动力航母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 航母上有几千多名官兵,其中女兵就有600多名 为什么航母上要安排这么多女兵呢? 其实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一个俗语解释了这个现象 就是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 航母每次执行任务就要好几个月 如果上面都是男兵的话,生活会非常枯燥 而且还容易发生摩擦 但是如果有女兵就不一样了 女兵的脾气非常好,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 男兵发生冲突的时候,女兵只要劝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她们可不是一些花瓶 一般男兵做的事情她们都会做 其工作内容几乎包括了各个岗位 上到舰载机驾驶,下到维修间修理 航母是一个十分庞大且复杂的系统 女性在奇思沉迷的程度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无论是机器的维修还是保修 都有很大的耐心和细心 另外,女性作为医护人员 由于温柔体贴,还能够更好地治疗传上生病的士兵 看完大家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